日前,微博载人航天小喇叭公布了航天员的情况 今年期间,神13航天员成组穿新衣服,拍视频,看冬奥,工作 战志刚指令长还在空间站看中国男组对阵越南的比赛 这场比赛男组表现不佳,最终1比3输给越南 从视频上看,战志刚指令长双手抱胸 在空中半蹲,不时更换各种动作 从神情上看,指令长紧锁眉头,全程没有一丝笑意 2月17日,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再会先视频曝光 视频中,航天员一光复并没有穿航天服,而是换上了红色的中式服装 一光复还对着镜头现场表演起吃饺子 除了观看冬奥会之外,航天员王亚平还在元宵节晚会上身体悬作弹鼓针 用鼓针现场弹奏了一曲茉莉花,琴声娓娓动听 一光复也在太空中用葫芦丝吹奏夜光下的凤尾竹 我要表示,那上面怎么啥都有,他们怎么啥都会 问了个去,你们还送了啥上去,万万没想到是鼓针和葫芦丝 我以为会是笛子类体积小的东西 空间站里弹鼓针吹走葫芦丝,这是属于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了吧 深州13号城组人员登上空间站,已经四个月有余 在这期间,王亚平展示刚一光复 三位航天员完成了出舱任务,以及其他太空实验 为我国航天做出节出贡献 而距离三位航天员六个月的驻流目标只剩下两个月 期待三名好听员顺利返航